歡迎收看國情講情繼續有我 還有鄭教授在這裏跟大家談談天南地北 今個禮拜如果大家有看倫敦紐約或國際新聞 都發覺大件事 古災 美國也有害怕 又來一次古災 話說這壇事件是因為美國國債的上限議案而起 這個議案原來是要提高美國國際上限2萬億美金 但這樣提高之後 立即評級機構標準抱熱 將美國的主權債務評級由AA那級變成AA加 結果引發環球洗倉式斬攬 而且金市有否有金跳在身上 有一點金戒指還有 那些不能買的 這個環球的股災 看樣子都好像繼續下去 到我們今天拍攝為止 港股都在下跌 我們不懂評估評金 我們只是講講國際經濟政治這個體系 正如你剛才說 其實最初我們見到美國國債越來越厲害 要提高國際上限 因為奧巴馬總統自然有求於國會 國會最弊 眾議院就是共和黨佔多數 共和黨當然不會輕易就範 令你為難 因為明年11月又有總統選舉 又有國會選舉 所以大家自然會考慮到政黨的利益 但我們有見到我們祖國 或者是香港有些政壇人物 都紛紛借題發揮 說你看看民主多壞 民主有很多黨爭 大家都做秀 不顧國家的利益 相比起來 如果我們偉大的祖國 權力高度集中 決策英明神武 就前一早已經搞定了 為何會在這裏搞到一鍋譜 有這類言論出現 這類言論其實都很可怕 亦都很可悲 可怕之處是在於 你適合一次就不適合第二次 有機會你是會錯的 錯的時候你又厚顏無恥 繼續在這個台上 不下台就不是辦法 我們大家對民主 少少認識的人都知道 我們沒有說民主一定很英明神武 我們說民主最重要的是 你那個領袖要是市民選出來的 你做得不好他扔你下台 市民或選民是最終的裁判 你看到美國的確 你可以說他黨爭或做戲 但到最後 很多人都猜 你最後一定要在這個限期之前 要達成協議 如果不是 美國國民會很憤怒 全體選民會懲罰你們 他們知道 於是你可以說他做了一段戲 也好典型 有黨爭 當然是你錯 Michael是你不騙 我們一早英明神武 最壞都是你搞亂 你當然說不是 是你壞 我錯 但最後大家都知道 國民是希望你限期之內搞定他 於是我們見到他們做完一段戲 都基本上限期之內 提升了國際上限 我主要的一點就是 你要向選民負責 正如毛澤東說 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你沒有這種公開的黨爭 你一樣有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 那個後果可能都很悲慘 不是時時都是英明神武 是嗎 看回大陸現在的情況 鐵道部雖然有二萬億的負債 但是國家的評級 都是對他的展望維持正面和樂觀 比三個A評級 你英明神武的結果當然就是 你說高鐵就很清楚了 是的 因為我們要拿了四萬億出來救市 這個2008年的國際金融海嘯 這四萬億其中是有一萬億多些搞高鐵 即是基建 我們不要說這四萬億第一個問題 究竟是應該幫民生問題多 因為基建問題多 即是幫國民解決他們的教育 即是醫療房屋 即是建基建 即使你沒有問到一般的老百姓 沒有問到中國國民 好 那你建高鐵 大家也看到立刻出問題 就是一窩蜂 你建我又建 是欠正職 又欠正職 而且有油水可撈 那就大家建 現在呢 除了建完之後 大家要鬥快 以示我們國家很威 一日千里 於是我們的高鐵 就是全世界最快的 你現在就看到這個事件 這個當然就是權力高度集中 決策好英明神武的後果 後果就是 如果我不滿意 我都沒有得了 沒有得了 沒有得了 只是給了賠償你 是不是才簽完 還要收聲 現在 到最後都要王牌出來 又要找家寶老人家出來 要鞠躬過工 諸如此類 亦都見得到 現在國務院開會 暫停 高鐵項目暫停 可能慢些 其實都是 到最後 都是訴諸最高領導人 而且坦白說 到今日 民怨依然未解 大家都很不滿意 但沒有什麼 中國國民會覺得 問題解決了 好 領導層解決了 都沒有人會這樣想 亦都沒有這個可能 如果大家環顧 美國今次國債危機 美國的參議院也好 眾議院也好 其實都有共和黨也好 民主黨也好 議員是賭歌的 不支持 那些法案 不支持 究竟分階段也好 一次過也好 又或者二萬億美金也好 或者三萬億也好 其實 過程之中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 分黨分派 到最後 達成了協議 但是 如果民怨繼續生氣 美國經濟繼續 失業率高企 沒有一個更加強的 經濟增長點的話 或者產業的時候 2012 大家就會把奧巴馬拉下台 現在這一次 似乎大家對奧巴馬的批評比較多 批評比較多 就是正如你所說 在這樣的環節 在這樣的關頭 總統其實最應該 是表現他的領導才能 表現領導才能 意思是 在美國這些政黨政治裏面 通常能夠拉攏到 兩黨的溫和派 在國會認者的多數 通過這個議案 當然最好 最好的情況 當然就是把那些極端的 極右極左的推去 邊緣化它 之後 兩黨比較理性 溫和一點 懂得大體一點 聽總統說 有個方案 本來應該是這樣 但的確 這次我們見到 就是 查黨的影響力很大 而我們也見到 共和黨的保守派 都說明我們不肯加稅 不准加稅 不准加稅 這件事自然 其實不是牽涉到黨親 大家都知道 你說到這樣 自然清楚牽涉到 階層的利益 你不加稅 意思就是 這個困難 就是中產和中產階層 就不允許 我們不准加稅 那低下階層 低下階層 又要削支了 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很嚴峻的赤字 最簡單的 你解決赤字 當然是增加收入 加稅 或者減少開支 削減福利 你現在惡死那些班 就說不准加稅 不准加稅 只能夠削減開支 削減開支 只能夠削減中產的服務 即是中下階層 收入低的人 其實就肯定是受到打擊 你說如果你是經濟好的時間 即是這樣削減開支 都可能社會動蕩是比較 可能不是那麼大 但在現在 他是因為用這個凱因斯的方法 就因為經濟不好 就推量化寬鬆的政策 以及大推基建為主 令到整個想著這樣 這樣推動經濟 但推動不了 唯有用另一個模式 就是削減開支 當然你也要承認 剛才你說的 這個提高國際上限的問題 解決 本來鬆了口氣 接著因為是 平級的下降 於是引發少少股災 後來延伸歐洲 我們這個的確是看見 民主政治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我們承認 就是比較短時 即是大家長遠的計劃 或者要做犧牲的事 大家都不做 現在又勉強解決了問題 國際上限又提高了 你說要削減開支 你說十年削減開支 你可以推後一點 反正現在提高了國際上限 國際上限 他又暫時有錢 解決這些問題 長遠來說 始終問題解決不了 於是別人的評級機構 我不管他有沒有政治的考慮等等 降評級不是大家覺得很驚奇的事 大家都預期會 因為你未能給人一個長遠的 有效令人有信心的策略 提升收入減開支 於是逐漸平衡 逐漸減少國債 人家看不到這樣的前景 自然就會降評級 其實都頗公道 除了美國政府之外的人 沒有特別 有人出來說 這麼不公道 或者是不對 現在財政部就說 這個目的投資 其實就猜錯了 就說你計多了我 兩萬億國債 我們是分階段加的 你一次過和我加兩萬億 這些口同備咬的數 另外都是因為 之前有不同的紀錄片和書籍 都說評級機構和跨國財團 千絲萬流的關係 有利益衝突 一手收錢一手評級 所以現在奧巴馬掌握這些東西 就說那些投資者不用相信他 所以這也是國際的政治經濟 有一個微妙的片 當然我和你都不會爭取那些 國際評級機構 因為上一次的國際金融海嘯 已經大家指出來了 又做求證 自己又去買賣賣 起碼他背後的所謂 母公司都是這樣做 人家覺得這些評級機構 真的都不是很公道 不過我們不要說評級機構 降低評級是否公道 但是的確大家見得到 你沒有一個有效的戰略 政策去解決問題 大家對你失信心 也是很正常的 現在大家見到很多評論 亦都有一種很清楚的意見 就是其實大家不一定對金融市場 有信心 大家對這些政治領導層 是失去了信心 你搞不定 大家不相信你 有這個問題 講到這個不信政治領導 我們休息回來 去講講英國現在發生什麼事 待會回來再談 回到國情講情 我們飛越了大西洋去談談 另外一個對岸歐洲的英國 英國倫敦很大件事 市交甚至去到牛津的購物圈 都發生搶糧 又去到百明漢 曼徹斯特 影響到看球 有些球都不打了 有些球說明不開了 慈善盾 一開始開季之前 都算數了 那些事前熱身賽 看回新聞 又發覺西方的傳媒 就是一致地譴責 這些示威暴動騷亂 跟他們爭取公義是無關的 還有看著人排隊 進去百貨公司搶掠和中火 完全是無關 另外一邊發覺黑人群體 又或者英國裏面的小數族裔群體 很同情這班搶掠的人 因為這班除了小數族裔外 是一班年輕人 發覺他們其實是在英國首相卡梅倫 保守當執政後 削減福利開支的其中一個首當其中的人 因為如果計算數 相對於工黨執政的時間 其實他們的福利是被削減75% 這真是很清楚的問題 就是大家問 上一次國際金融海嘯 損失慘重 經濟不好 現在亦需要 大家都知道 財政赤字很大 累積的財政赤字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越來越高 這樣不行 於是大家要減少財赤 減少財赤就是剛才那兩句 於是要增加收入 減少開支 減少開支便要減少福利 大家其實就問 這一個調整 減少財赤的負擔 是否公公道道的評分呢 我想低下階層明顯有印象 你對不對得好 他是清清楚的印象 那些賺錢多的似乎沒有什麼犧牲 現在又是犧牲我們 以前那些做金融機構那些賺大錢 現在 所以你會特別留意他們分多少花紅 最近經濟好起來 又分大舊花紅 現在他們繼續分大舊花紅 現在我們的福利便減少了 不過我想你剛才說的年輕人 年輕人最擔心當然是兩天 第一是讀書 以前三千英鎊 現在去到九千英鎊一年 我想大家都很生氣 現在讀書真的不便宜 由三千英鎊到九千英鎊 而且大家當然第二擔心 是讀書有沒有事情要做 似乎現在你都見了 各個機構都是膽緊人來維持利潤率 自然是有相當的不滿 這個不滿也看得到對於政治領袖 即處理上手也好下手也好 即上手留下來的一些問題 以及對於財富分配那種不滿 尤其是我想英國年輕人會比較憤怒 特別是在於英國的自由民主黨 上次大選不是說贏得很多席 但被人覺得他們做了關鍵的小數 自由民主黨就是有青年人為主的支持的基礎 很奇怪地和這個小政府為理念的保守黨 黏在一起 理論上應該大難也扯不起來 結果現在自民黨被牽著被指走 亦都令到自民黨大失這個年輕選民的信任 變成了工黨又不是很掌握到這班人 保守黨又不斷執政後逼你埋牆 變成了這個掉落令到現在現行英國裏面的青年 無論是白人也好 或者是一些小島族也好 都很憤怒 我們上一節也有說到大家對政治領袖不信任 其實英國也有很明顯的傾向 中下階層一般大家都知道 不會支持保守黨 又會覺得中間的自由民主黨似乎出賣了他們 跟保守黨結盟執政 而且當然支持保守黨這套很保守的財經政策 當然他亦都覺得工黨都不是很爭氣 以前貝利亞時代那些新左翼的政策 都越來越移去中間 跟保守黨的分別越來越細 自然會覺得好像香港人有相當比例的感覺 沒有政黨能夠代表我 對於所有政黨領導人我又不信任 這是最基本的情緒 最基本情緒在經濟不好的時候 特別少數族裔的感受是比較尖銳 我們看到的確確這些動亂這些騷亂 少數族裔的青年參與是比較多的 我想他們自然會覺得經濟不好的時候 他們的失業率自然會更高 很多時炒魷魚 失業 他們都變成首當其衝 他們覺得更加受到歧視 另一個因素當然是由於他們比較窮 由於他們有色人種 在日常治安問題上 他們覺得警察的警權過大 警察對他們不尊重 警察歧視他們 警察對他們很多時都是針對他們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就是這些不滿的情緒爆發出來 有些朋友又指出另一件事 就是最近所謂news of the world 世界新聞也打擊了警隊的威信 因為警隊的頭頭在這個問題上 在這個涉聽問題上 似乎表現都不是那麼光彩 似乎都跟大財團大媒體集團勾結 尤其是卡梅倫的新聞助理 亦都在這個新聞集團那裡過來的 那時候之前已經說知道 他應該是知道他自己的下屬 是曾經做過這個涉聽的 整個架構 這個官癡商的架構 令到被中國有把柄 現在被共產黨有把柄 就說你們單有不行了 剛才我們提過 在中國或者你不需要是鄭中國 所有威權體制的政府國家 都可以罵你 第一民主是有這麼多缺陷 我們英明神武為民服務 權力高度集中人多好辦事 第二是原來你們經常標榜新聞自由 媒體自由價值多元化 說一套做一套 你又經常罵我又說我們沒有新聞自由 你又很威風 有新聞自由 現在我看你那些新聞自由都失禮人望 所以這個結論亦都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雖然代議政制民主制度 是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最少還有兩方 是可以在一段時間之內 是可以搞念 可以回復 當然詳細討論也要看資本主義 與代議政制的關係 怎樣可以令關卡設計的時候 可以盡量少受到金權政治的左右 是 但是我們也看到煤鐸的報業集團 都要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另一方面 我們當然也看到這一類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倫敦 和其他大城市的騷亂問題 亦都不跨越國家 跨越制度 我們中國也看到最近一樣 都有少少類似的問題 我們香港人立刻見得到 在珠三角、曾城、潮州等地 最近都有兩次規模多大的示威和騷亂 原因似乎都有相當程度相似 當然這個沒有種族的問題 但是有少少省籍的問題 有些外省籍的窮省份的民工 去到珠三角比較富庶的地方打工 他們都覺得有少少別歧視 你們住在珠三角富庶地區 有戶籍的居民 能享有這麼多福利 我們都是中國人 雖然我在洞村來 在旁邊的省來 我去到你這個省打工 我都沒有這些福利 沒有這些權利 譬如說最基本的 有沒有延租房 經濟適用房 有沒有得輪 我兒子有沒有得讀書 很多時候要補貼一筆 才讓你讀書 諸如此類 再加上這個又和英國恥之地 他們也經常覺得被公安 被那些所謂城管 即是小販管理隊 被他們欺貪 貪污腐敗 被他們欺負 自然也積累很多怨氣 跟英國相似 即是當有一個人被人打 或者諸如此類 本來是小小的個別事件 立刻就是聲聲之火 可以療緣 於是我們見到在廣州地區 都好幾晚都有相當大規模的騷亂 所以看制度發展的時候 亦都好緊要地看得清楚 其實好與壞之餘 怎樣去買向一個比較完美的制度 你見到現在經濟發展 起碼在中國來說 經濟發展成績嬌人 沒有人會否認 但大家看到貧富都越來越懸殊 很多年輕人都覺得 沒有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 即是不滿亦都累積 再加上在他們來說 在中國自然會見到 有很多時人權沒有保障 被公安欺負 亦都見得到 跟我們香港和歐洲都有點像 貧富怨殊很不公道 為何有班暴發戶 特別在中國國內眼光 經常都覺得人家暴發 多數都是貪富腐敗 拳錢交易 跟官府勾結 他很少覺得 你賺大錢是正正當當 才智個人 勤勤力力賺回來 所以大家都要記住 這個民主制度 是有好處的 大陸不要經常在這裏 不要在這裏再自焦點 今集國情講情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